罗盘不停地转动 下一秒 地面裂开一条缝隙 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两人抬头望去 光照快速上升 然后一点点慢慢收缩 最后汇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罩子 把小镇封印在里面 紧接着一辆汽车快速驶来 二翠不停地挥动手臂 向蓝下汽车 司机以为他在寻求帮助 直接冲了过去 在两人注视下 汽车一点点冲过罩子 下一秒 他就碎成无数块 成了渣渣灰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这时两架直升飞机想进来 可穿过罩子后 飞机快速叹化 瞬间解体 另一架还想逃 可为时已晚 也撞到罩子上 眨眼间成了粉末 原来这是玛雅预言中的十二灾难 早上水龙头里流出了番茄酱 奶奶把祖传戒指带到小美手上 她顿时觉得非常痛苦 掀开袖子一看 胳膊上多了个五芒星图案 还在闪闪发光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走进去一看 地上插着一根冰锥 这难道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响 男人抬头望去 什么都没看见 奶奶刚想说出真相 下一秒 就被冰锥穿透心脏 随后密密麻麻的冰锥落了下来 这可比子弹厉害多了 吓得他们急忙跑到屋里 幸好房顶是用木头做的 足够坚固 与此同时 小镇其他地方也落下冰锥 人们急忙躲到屋里 幸好没有造成多大损失 突然小美一声惨叫 胳膊被烧得通红 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汽车在路上快速逃跑 后面是105度的寒潮 小伙扭头一看 刚想逃走 瞬间被冻成了冰雕 好 好 好